天氣部分帶來關心 上一波寒流才剛剛離開 現在又有新的冷氣團來報導了 這波冷空氣也讓中部高海拔的福壽山農場 在清晨氣溫降到零度左右 雖然水氣不足 所以沒有下雪 但是也讓農場的草皮區全都結上了一層霜 也讓早起的遊客是驚喜連連 另外還要看到了是在三千公尺的雪山上面 則有山友在平安夜的白天 目擊到圈谷變成了一片銀白世界 而且積雪還有超過十公分 而今天是耶誕節 但是因為雪山上的水氣不足 所以沒有這一下雪 另外在中部兩千多公尺的福壽山農場也出現驚喜 受低溫影響清晨時刻降到零度左右 雖沒下雪 但草皮區原本應該綠油油一片 一夜過後竟然變成雪白世界 草皮包含落葉 上頭通通結滿一層薄薄的冰霜 難得一見的美景也讓早起遊客驚喜連連 開心的在草地上拍照 不過這雙沒停留太久 在山區太陽露臉之後逐漸消融 而除了雙農場內的梅花也開始陸續綻放 小小一朵朵梅花在枝頭上越冷越開花 梅花不止白竟然還有紅色品種 名字叫紅梅 乍看就跟櫻花非常相似 目前花開大約一到兩成 預估一月份農場梅花進入賞花期 將持續到農曆年前 一月會是梅花的最佳賞花期 花期也將持續到農曆過年前 緊接著二月中旬就換成粉色櫻花接力 開花見客 接著要旅取台中 蒼島 結束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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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